随着非西方世界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 单级的国际经济秩序 必将被一种多极化的国际经济秩序所替代 去美元化一个最根本的东西 是美元的最大资深 美国的经济实力下降 随着去美元化大潮 人民币的国际化该如何突围 这就是中国 听张维维说 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就是中国 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读懂中国 也读懂世界 美国作为霸权国家 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美元霸权 那现在呢我们看到美元霸权正在衰落 去美元化正在发生 我们今天在演播室就一起来讨论 去美元化背后的结构性的原因 以及接下来会产生的持续的影响 演播室两位嘉宾 一位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院长 张维维教授 欢迎 我们今天还请到了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李斌教授 欢迎 好 我们先把演讲的时间交给两位 稍后我们开启现场对话 有请 今年4月13号的上午 巴西总统卢拉访问位于上海 普通陆家嘴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总部 说了一番令人感慨的话 他说每天晚上我都会问自己 为什么我们这些国家都必须要以美元作为结算方式呢 为什么不能用人民币或者其他货币来结算呢 他的话音未落 掌声和欢呼声就在大厅里响了起来 他提出的其实是一个常识问题 我们不妨看一下今天世界经济的基本的数据 的创造者 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创造了什么呢 美国的贸易逆差长期世界第一 甚至占到一半以上 但依靠美元霸权 美国就可以从全世界收割财富 然而随着中国等非西方世界国家的崛起 大家不再宠着美国了 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 西方对俄罗斯实行所谓地域般的制裁 冻结了俄罗斯中央银行 在西方国家的外汇储备 冻结了俄罗斯公民在西方的储蓄和财产 把俄罗斯剔除Swift国际清算系统 这些呢使俄罗斯大彻大悟 由俄罗斯前总统梅德维杰夫的话就是 既然你们抛弃了自己自己的规则 那么这就变成一场没有规则的战争 这样沾的后果可能是整个西方主导的 经济秩序的毁灭 我们当时在这句中国节目里 做了这样的点评 我们说西方国家本想通过地域般的制裁 把卢布变成废纸 但俄罗斯干脆来了一场 掀桌子的革命 把俄罗斯天然气等基础产品 与卢布和黄金挂钩 一下子把西方发动的货币战争 变成货与币的战争 俄罗斯有货 西方有币 你的币可能买不到我的货 看看究竟谁怕谁 那么众所周知 货币必须建议在国家信用的基础上 现在美国自己带头不要这种信用了 那么美元霸权旁落的进程就开始了 而且速度在明显地加快 我们当时还提出就是 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根据购买力评价 最大的货物贸易国 最大的消费市场 最大的投资市场 我们要大胆地构思和实践 后美国时代的金融体系建构 我们手中有一手好牌 我们有充沛的自然资源 包括大量的稀有金属 我们有世界最完整的产业链 我们实际上唯一一个可以生产 从第一次工业革命 到第四次工业革命的 就所有产品的国家 当然我们也有我们的国情 我们目前还拥有大量的美元和美债 一带一路倡议用掉了不少 这非常之好 我们当然还可以做很多事情 包括进一步减持美债 那么现在实际发生的 不仅是中国和俄罗斯 这样的非西方大国 正在去美元化 实际上越来越多的国家 都在这样做 而且势头越来越猛 中俄贸易带头使用本币 发挥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2022年中俄贸易中 本币结算的比例 已经超过了70% 一两年线只有30% 这种合作互利互惠 它的意义是全球性的 太阳世界表明 摆脱美元是可以的 正常贸易不仅没有受到影响 而且发展得更好 俄罗斯购买了大量的 中国的制成品 中国购买大量的 俄罗斯能源和粮食 价格对双方都更为合理 现在金庄国家中的 印度和巴西 都在积极推动本币交易 非西方大国 沙特 伊朗 土耳其 印尼 阿根廷等 也在积极推动去美元化 不久前 叙利亚总统阿萨德 对中国特使翟俊说 国际贸易要脱离美元 金庄国家可以在 这一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 国家间买卖交易 也可以选择 以人民币来解释 道理很简单 美国把美元武器化 使世界各国都意识到 至少三重风险 一是储备风险 你存在美国银行的美元 和购买美国的国债等 可能被美国扣押 就像这个印度银行家 这个科达克所说的 我确实认为 实际上最大的金融恐怖主义分子 是美元 某个人在美国说 从明天开始 你就不能取钱了 然后你就被限制了 第二是支付风险 美国可以随时禁止 你使用跨国支付系统 鉴于此 中国早在2012年 就开始建设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英文缩写叫CIPS 现在实践就证明 它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三是贬值风险 美国乱印钞票 稀释它的债务 各国普遍的看法是 美元也进入了 长期贬值的通道 面对全球去美元化的大潮 这个推特的CEO 马斯克不久前 转发了一则 美国经济专家 解读全球去美元化进程 加快的一个推文 他这样说的 拜登政府 实无前力地将美元武器化 导致世界各国 惊恐地逃离美元 4月17号 欧洲央行行长 拉加德也公开表示 中美竞争加剧紧张局势 将动摇美元的统资地位 他注意到更多国家 欣向以增持人民币作为储备 承认不应再将美元和欧元的 国际货币地位 视为理所当然 2023年4月26号 美国彭博社发了这样一套报道 今年3月 人民币首次超过美元 成为中国跨境交易中 最常用的货币 报道认为 这是中国在减少对美元 依赖努力中的 又一个里程碑 报道援引中国国家 外汇管理局的数据 展示这个研究 显示 截至3月底 人民币在中国跨境支付 和收款中所赚的份额 以及从2010年的接近零 升至创纪录的48% 这项数字是基于 所有交易类型的交易量 计算得出的 其中包括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 资本市场之间的证券交易 那么数据显示 同期美元所占的份额 从原来的83% 降到了47% 换言之 人民币使用量的增加 不仅是国际货物贸易 从使用人民币原因 也是与中国内地 有序的开放资本账户有关 那么这个报道也指出 这并不代表 世界其他地区的交易情况 根据Swift 国际结算系统的数据 3月份 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中的 这个份额 几乎没有变化 还是2.3% 但这里我觉得 有两点要注意 一是一部分 我们这个SIPs的这个数据 在Swift中 没有反映出来 或者反映不出来 二是中国对参与 金融衍生品的交易 有严格的限制 那么现在情况大致这样 Swift系统全年结算 约为2000万亿美元 而2022年 全球的贸易额 只有32万亿美元 其中货物贸易 近25万亿美元 服务贸易近7万亿美元 可见这个2000万亿美元中的 绝大部分 应该都是金融衍生品的交易 而中国对金融衍生品交易 总体持非常谨慎态度 甚至避之威恐不及 换言之 从中国的视角看 Swift的数据 有它的局限性 今天中国世界最大的 制造业商品的生产国 俄罗斯 巴西 沙特等 是世界上最大的战略资源 供应国 非西方世界每年 创造80%以上的 真正的财富 这种创造财富的比例 应该在世界货币格局中 翻映出来 这才是人间正道 随着非西方世界 走向世界政治经济舞台的中央 美国主导的 单级的国际经济秩序 必将被一种 更为平等互利的 多极化的国际经济秩序 所替代 而这种新秩序中 必然要包括 某种更为公正的 多元化的 货币储备体系和支付体系 好 今天我就和大家分享这些 下面我们请 富南大学中文研究院的 李斌教授给大家演讲 谢谢大家 刚才张老师跟讲那些 去美元大潮的一些现象 我下面结合货币的一些功能 讲一讲去美元大潮的 激励原因和影响 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 商品交换的世界 如果说不用货币这个中介来进行交换 很不方便 也很不现实 因为货币有四个功能 第一个功能叫什么 杂质尺度 第二个功能清偿手段 第三个功能支付手段 第四个功能储存手段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任何的东西或者是任何的商品 都通过货币来定制 比如说我们这栋楼 定制多少 定制500万块钱 不会说五头羊十头猪 不会这样定制的 这样不好交换 第二个我们买卖商品的时候 我们生活当中要买卖 要买卖商品的时候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那就是清偿 还有一种就储存手段 因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要用货币去进行交易 怎么办 多出来 必须手中掌握一部分货币 多出来的货币 我们往往是存在银行 或者是买国债 更多的可能去投资 支持了国家的经济建设 和政府运作 美元在国际上 现在行使的这种值能 就是世界货币 在世界上行使这四个功能 这个对美国来说 是有很大的好处 什么好处 美元乘起来 或者是买美国国债 对美国来说 它从世界上获得了巨额的资源 但是现在我们讲的去美元化 主要是集中在支付上 支付和清偿手段上 很多国家规避美元 比如说我们看一个总的数据 人战技术后 世界上大部分的贸易 占了60%的贸易 用的是美元 俄误冲突以后 这个明显的交易量下降 很多国家不太用美元了 今年来呢 总在40%左右上下徘徊 但是我们看一个具体的例子 你看俄罗斯跟许多国家 由于它这个贸易 受到美国的制裁 它就拿本币 或者对方国家的货币进行交易 比如说俄罗斯跟印度交易 就是用的是卢布和卢比的清算机制 看到中国呢 就更厉害了 比如说中国今年跟法国的 达道尔的石油公司 搞的天然气交易 和最近签署的 跟空客的160家客机的交易 都是人民币计算 今年3月份卢纳访华 中国和巴西又签署的 人民币计算安排的备帮录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沙特 沙特准备跟中国 进行石油交易的人民币计算 还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啊 集中起来准备减少美元支付 比如说东盟今年的财长 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 主要集中讨论 他们在金融交易当中 减少美元 欧元 日元 英镑的 西方主要货币 作为计算工具用 更重要的转向本地的 本地的 这就是可以看出来 在计算和支付和清仓手段 这一个方面啊 使得各国在加速地 推进去美元化 还有一个就是 各个国家的外汇储备 外汇储备当中 今年这个数字 比较明显地反映出 这一点的美元的下降趋势 比如说各个国家的 中央银行当中的 外汇储备当中 美元的占比 已经达到了历史最低 2021年的时候 美元占比就到58.36 这个数字 是历史已经最低的 但是2022年的8月份 储备达到47% 还有一个重要的表现 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各个国家 开始减少对美债的购买 使用美债最大的 三十个国家当中 有26个减持美债 为什么会这样 很多国家在加速地去美元化 这里面总要的三个原因 我认为 第一个就是美国人 把他这个利用美元特权 把美元政治化 武器化 随意地制裁其他国家 用到了机制 过去我们知道 他对古巴 对朝鲜 对伊朗 等等一些国家 在他们使用美元上 是这很大的障碍 制裁俄罗斯 是他把美元武器化 政治化用的最极致的一次 所以说许多的美元拥有者 开始担心 他们在美元在美国的安全 第二个就是 美国人利用美元的 这种特殊地位 对世界上窍取豪夺 他按照他的需要 大量的印刷美元 造成世界美元灾害 过几年按照他的需要 又收缩 通过利率的形式 或者其他的形式 把美元收回来 造成许多国家 还债没有美元还债 交易没有美元交易 怎么办 这个时候他就提出了 借卖财产给我 还有个什么 我给你借款给你 你答应我的 政治经济外交上面的要求 这种状况 已经不是一次两次的出现 比如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 就是这种情况 你要钱可以 你的经济政策按照我的新自由主义的办法来做 所以说 这个问题上 就像当年的尼克松政府时代 美国的财政部长康拉利所说的 美元是我们的货币 却是你们的麻烦 最重要的一天 就是美国人今天这个去美元化 一个最根本的东西 实际上是美元的最大支撑 美国的经济势力下降 我们都知道 其实货币都是财富的一种符号 它代表着财富 但是美国现在的财富 跟它印的钱不相称 美国现在尽管是GDP世界第一 但是它那个GDP第一是太水了 如服务业当中律师 包税员这种费用 在那GDP当中很大的成分 还有美国过额的多印钞票 这个2020年的时候 美国出现这个疫情的时候 狂印十万亿 这个钱它没有增长的这么多财富 去美元化这个加速意味着什么 最大的一个点就是美国霸权的衰弱 美国的世界霸权 是有四个支撑的 军事强权 金融霸权 文化霸权 还科技霸权 但这四个霸权当中 金融霸权是它支撑着 科技 军事 文化霸权 在一个最重要的基础 美国今年它的科技经费 是5100亿 国防经费呢 8500多亿 这个钱从哪来的 美国每年又资助了很多的项目 什么项目呢 就是在世界上搞颜色革命 搞文化意识形态输输的这种项目 美国自己收不及支 但是它支出那么多钱 美国的国债 31万亿 其中7万亿是外国人买的 外国人买 所以说去美元化以后 大家不只这个钱买它的东西 买它的国债 意味着美国在世界上 获取资源的能力在下降 利用美元收割世界的能力在下降 制裁它国的能力在下降 所以说美国人用这些钱来资助它的军事 科技文化这种权利也在下降 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说对美国的影响 一个国家的货币 它的信用实际上背后是政府的信用 这个货币没有信用了 这政府没信用 美国人今天这样做 把美元的信用下降 其实就是美国政府信用的下降 长期这样下去 或者是继续这样下去 就意味着 美国的霸权要终结 好 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好 欢迎回来 本节目是由中国新一代 高端白酒国员特约播出的 刚才两位演讲当中 给大家深刻地分析了 去美元化 美元霸权衰落 它背后的深层的原因 天下苦美元久矣 那我们再看这个去美元化 或者说提出来不用美元 来做交易的大文士发展中国家 目前来自于西方国家 这种声音很少很少 所以想听两位做一个分析 我们如果再持续观察的话 是不是主要还是来自于 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多 实际上刚才那个李教授 谈到一点就是 减持美国国债 实际上西方国家 做得有的比中国还厉害 日本 日本就是 日本就减持了不少 对对对 我看的数据 中国去年2022年 减持1700多亿 日本减持1900多亿美元 所以它是 不光是澳大利亚 荷兰你刚才提到的 几个国家 以色列都在减持 他可能嘴上不说 对 但是实质行动在做 对 就是现在很明显的就是 这么多的国家 要么是公开地表示 要么是用行动展示 就我今天不那么害怕美国 对 就美国的硬实力 软实力都明显地下降 对 好 那我们再看 去美元化 是大家都看到的一种趋势 或者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 也想问一下 这个去美元化之后 对美国国内的影响 在哪里 最近很有意思 美国国内 你可以看到很多报道 就是他很多州 通过立法去美元化 这个是很重要的 他是要自保吗 对 因为他对中央政府不满意 因为中央政府 不停地印钱之后 导致州一级的资产的减少 然后他说 我们要搞金本为止 银本为止 真的这么做 德州已经通过了 奥克拉克波马州 大概将近十个州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美元现在两线作战 一个是外股 一个是美国内部 而且你看 他有好几个州 他说现在美元在贬值 贬得太厉害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发现一种 我们州的货币 可以是数值货币 它跟黄金挂钩 也跟美元挂钩 这样呢 这个汇率在定了以后 它是跟黄金 主要是以黄金为准的 金本为止 银本为止 对 重返这个经营做贵金属 经营做贵金属 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说 相对保值 相对保值 但是金银也有个不好的地方 就是说 如果经济增长过快 金银的产量跟不上 它可能也会出现 但是美国现在的 美国政府的钞票 它是硬过了头呢 硬过了头呢 现在的这些钞票 都按照预估你的经济增长 这个目标来了 它往往是过了头 过了头以后 导致国内的通货崩潮 如果说各个国家去美元化加速的话 那大部分的美元回流到美国 那这个通货膨胀是不得了的数字 不得了的大数字 那美国有些州它就不愿意这样干了 您刚刚也说了产量可能会跟不上 但是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 我宁可毛亭贵金属 我也不要再毛亭美元 这是他们的一个想法 所以我们刚刚说去美元化 它如果是一个趋势的话 现在可不可以讲 这个趋势已经比较明显了 另外既然是趋势 它是一个单向的 还是说它可能会可逆 听听两位的分析 其实是我认为 任何事情 比如说美国这个去美元化 长期来讲肯定要去的 没有一个任何的东西 就是没有生命周期的 但是这个过程有所取值 这个取值上 就是美国采取什么措施 来阻止去美元化 第一 美国要把它经济搞好 这是最根本的 看现在看 也最难的 现在最难的 现在有个问题 它现在是我搞不好 我让你也不好 干什么呢 到处搞战乱 到处拱火 你亚太洋行搞好 我就在南海 在台湾周边 不断制造热点 不断制造麻烦 让你打起来 或者是制造紧张气氛 让这个地方的经济生产秩序 没办法搞 就像刚才说的 沙特和伊朗核解了 核解了以后 有个什么好处 大家的生产经营 有个良好的环境 也有一个稳定的预期 对 它现在就破坏这种环境 我搞不好 你也不想好 它现在是这样做 就说明它不自信 它对自己的改革 没有自信 它没法改革 就我讲过美国成为解决不了问题的国家 背后是资本的利益 这个我为什么要改革呢 对不对 我一直玩金融 玩得这个顺风顺水 对不对 一本万里 一本万里 所以我现在这个要调整 它不愿意调整 还想各种办法搞破坏 所以当时这个美国说 我制造业要返回美国什么东西 我们研究院是调侃它 这个我们说是 这个就美国要改变老虎吃肉的本性 你想想看 这个利益调整怎么可能实现 要把这个制造业搬到美国 那你金融业怎么办 服务业怎么办 这里边你这个利益 这个博弈 最后谁会胜利 一定是金融业 这个服务业继续胜利的 老妈妈实在就提出了再工业化 我在我们当时写的一篇论文 就是参考当时的数据来看 不太可能 而且再工业化的这个数据 都不明显 直到今天 这个状况还是这样 对 没有基本的工程师队伍 没有了 这个技术工人队伍也没有了 所以这个要做非常难做 我们在说到说去美元化的时候 确实看到不少的国家提出来 比如说我们用其他的货币交易 用自己的本币 或者有的国家用人民币交易 或者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案等等 那么会不会一方面去美元化 一方面可能要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里 大家会用各种各样的交易的模式 那这样的一个交易模式 它会产生某种 我们说你到底去锚定什么 到底怎么计算 会不会带来一些困扰 这是这样 现在去美元化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就是货币互换 就是两个国家 在确定多少亿金额 我们在多少亿这个金额中 两个国家用本币经营解放 但是这个有一个问题 如果说这个国家 这两个国家经济贸易 反正的很快 超过这个份额 那就没办法了 还有不到也是一个问题 但是现在大家想 如果说跟这个美元相比 受到美元的负面作用那么大 也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这么个概念 对对 是不是今后这个货币 这个情况 我认为可能是出现这种情况 跟美国做交易的 或者一部分做交易 还是用美元 用美元 跟中国 还是用人民币 这样的以后 有一个好处 什么好处呢 我觉得不会对国际金融体系 产生坏的影响 反而还有一个约束性 什么约束性 美国在考虑滥用美元霸权的时候 他要想一想 还可能还有替代的 对 中国呢 我觉得处于一个比较有利的地位 因为我们是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最大的贸易伙伴 也就是说 这个光是你要跟我做贸易 你就可以用人民币 这已经很了不起了 巴西最大贸易伙伴 中国 那么 这个产生什么东西呢 就是我们的人民币 这种形式国际化 就世界有这个需求 那么他就 这个前景就非常好 一个是人民币要稳定 第二个就是中国的商品 一个乌美价廉 还要琳琅满目 什么都有 实际味 对 所以就是您也一直说的 其实货币 这个币的后面 如果有货支撑的话 这个货币就会更加的坚挺 好 我们现场的观众 他们也带着问题 一起来讨论好不好 我们请他们来发表 来 欢迎这位 两位老师好 主持人好 今天我想提问的问题是 金融科技与数字货币 是否正在加速 去美元化的进程 那在未来 他们又将以何种方式 来影响所谓的 全球的支付和结算体系的 谢谢 请坐 大家也关心数字货币 我觉得这个数字货币 确实是 应该说是去美元化 一个重要的方法 像中国现在 数字货币是 应该说处在世界最前列了 我们的这个 国内数字货币 已经在深圳 很多地方长长角 都开始实验起来了 对 这个金融货币 还有数字货币 其实在国内和国际上 可能有两个方面 在国际上 现在没有一个 大家公认的国际货币 所以比特币 主权国家不承认 不承认以后 就很难作为一个国际 流通不起来 大家不需要拿它 买不得点东西 如果说是 不以主权国家认可的 这个情况出现的话 很难在国际上 出现一种数字化国际货币 但在支付上非常方便 对 我就想说 它可能是一种技术手段 或者从您刚刚的表述来说 是不是可以这么讲 就很难会有某一种 数字货币会得到 主权国家的认可 因为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们中国数字货币 是央行的 是数字人民币 我们是基于人民币的 数字表达 对 所以这个是非常厉害的 你看当时这个 Facebook 脸书 Zagberg到美国 这个议会里去作证 他希望把 他说中国在竞争中 发展很快 我们赶快也要做 他提出Libera 对不对 后来美国议会就否定 这个不行 你这个要超越我们的监管 代替政府了 因为它是个私营企业 但中国可以这样做 这真是我们 中国是政府做的 因为我们的数字货币的尝试 它还是基于人民币的 一个数字化的表达 就是其实就跟你刷个卡 就跟你用微信支付 支付绑支付 没有太大的区别 这渠道不一样 好 我们再看这边吧 两位老师好 主持人好 那么在刚刚张教授也有提到 就是我国对于金融衍生品整体 还是处于一种非常谨慎的态度 当然与此同时的话 如果我们想要建立高水平的金融开放的话 这个金融衍生品的价格发现 资产管理 以及风险管理的三大功能 也是必不可少的 那么我的问题就是 我们应该如何用好金融衍生品 这把双刃剑趋利避害 从而去用它好的部分 来切实地发挥人民币的定价功能 并且增强人民币在全球的影响力 谢谢 您是学金融的吗 对 所以您看这问题提得如此流畅 这是你自己本人也很关心的问题 是吗 是 好 听听两位嘉宾的观点 我们不光是我本人 我们中国研究院 对金融衍生品 一直持非常谨慎的态度 我们其实在我们当时比较乐观的 很多人主张 我们坚持表示我们的观点 因为这个水太深 这个你来玩的话 你根本玩不过华尔街 他们虎视单单要吃掉你 所以我觉得就是 我们特别学金融的 一定要坚持中国道路 走自己的路 不跟你玩这个东西 就我讲的 就货益币的战争 就回到马克思的基本东西 这货币要真的反映你的生产 那个虚子是玩不下去的 这是我们的基本的判断 我们不排斥 我们要做了很多尝试 现在我们眼神明也有 包括资本账户 也开放了一部分 但总体上我们是谨慎 我们觉得这个谨慎 已经是我们避免了 97年亚洲金融危机 避免了08年金融海啸 然后我反复讲那个 Hobbs Palm 就是英国理学家观点 他说西方大国 从这个荷兰开始 到英国 到今天美国 凡是经济金融化 最后都走向衰败 所以就玩前生前的游戏 玩了上瘾之后 就是脱实了 结果要出大问题 这我们观点 你可以说比较保守 但是我相信 金子齐律师检验 比如说金融衍生品 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他把社会上面的资金 可能集中起来 马克思曾经在资本认上讲 这个虚拟资本的时候 就是资本家通过 集中社会的钱 能干他 以前想干的事 现在这个金融衍生品 实际上就是创造了 更多的集中社会资金 然后让他成杠杆的 增加的时候 这个东西 我估计 中国人如果说是不玩得很透了 或者是鼓励大家都去 这样玩的话 那大家都不许搞实体经济 所以说这是胜之又胜 但是利用它的好处 能够筹集社会资金 现在就我前面讲 Swift 它都统一说 2000万亿美元价值的 总的在世界上流动的货币 经过它的Swift 95%都在金融衍生品 就是虚的钱 就是虚的钱 数字在流动 十分之一 每天走的这个美元的账目 十分之一才是实体经济 所以我在想 这位同学的提问 恰恰我们对它的回答 是回到了我们 今天讨论的主题核心 为什么美元霸权会衰落 为什么世界会有去美元化 正在发生 以及我们看到的这个趋势 一方面是美国在世界上 它的这个种种做法 伤害了许多国家的发展 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它的过度金融化 这个是美国的前车之鉴 科技老师我猜一句 你上次我们私下交代 你讲一句很精彩的话 我忘了 你当时是说什么 就是他们认为 他们是独立的关系 对 他们认为金融工作者 往往有独立思考 我说你们的独立思考 是因为你们跨越了国界 你们跟着资本走 你们没有自己 真正的国家立场 你们是资本去哪里 就去哪里 那不是独立思考 那是资本思考 但是我刚才要注意到 这位同学 我还是觉得他的提问里头 非常有价值 他说高水平的金融开放 我觉得要对这个高水平 我们要准确地把握 高水平不是大幅度 不是全方位 而是一种高质量 我们自己能掌握 但是又把金融为我们 实体制造所用 这叫高水平 所以我是觉得 这位同学您是学金融的 好好去体验一下 什么叫高水平的金融开放 还有一位同学 在这边来 欢迎 两位老师好 主持人好 欢迎你 然后我今天想提问的问题是 随着去美元化大潮 人民币的国际化 既面临着传统国际货币的围堵 也面临着其他新兴货币的追兵 请问该如何突围 谢谢 我实际上不是特别担心 因为就我讲的就货币 最后还是一个货的问题 你有货你就不害怕 那无非是一个硬实力 一个软实力 硬实力就是我最完整的制造业 我提供的产品 然后我有些重要的战略资源等等 这些东西是实际上就 我叫做中国能够向世界提供 第一次工业革命到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 就所有产品任何国家都做不到 有这个我就是非常心定 俄罗斯我有粮食 我有矿展 有石油 它就心比较定 那么我们有这个 我们心也比较定 这是硬实力 软实力也是 就是我们整个一整套的做法 包括我们现在 比方说是 就我们刚刚讲几个方面 包括这个数字人民币 包括这个SIPS 人民币跨境交换系统等等等等 我们都是走在世界前列 然后有这么多的国家 你看这么多领导人 他们在去棉花都这样说的 我们可以使用本币计算 比方说人民币 几乎都提到人民币的 除了印度 几乎国家都提到 印度实际上 今天做了一些人民币的东西 大家可能嘴上不想说 嘴上不愿讲 但是要谁都知道 这个东西 人民币是可以买到 各种各样商品的 管用 管用 我再补充一句 现在就是一个问题 中国的竞争力太强了 你要人民币国际化 首先这些国家 要有手中 有人民币买你的东西 但我们现在有 这个离岸人民币交易市场 香港 伦敦都有 它可以买 这里面就是讲的 一个证券市场 对对对 证券市场 离岸人民币证券市场 这个证券市场当中 它用什么钱买 比如说买美元 中国美元又更多了 这倒也是 你如果说中国是 弄人民币去投资 那很好 比如说我们出去 旅游一下子钱就出去 还有一个援助 援助 问题是这些国家 手上要想买中国的货 用的时候 他手上就缺这个东西 即使是交易 一样人民币交易 大部分也是欧美的那些券商 在来交易这个东西 我觉得李教授这个角度 就是启发我们 就人民币如果国际化的话 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我们的很多贸易要更加的频繁 您刚说了要旅游 要投资 那还有贸易吗 我们也可以买他们的东西 是不是 就是这个话 但是我们买他的东西 有的东西 它的替代性太大 真是替代性太大 现在你看人民币国际化 走在最前往 都是和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 我们资源我们肯定需要的 就是这个话 它有的国家 它并不具备这个条件 我同时也说明一点 就是我们这里还没有怎么设计 蛮重要 我们讲去美化 并不说美元现在就要垮了 不是的 美元还有巨大的存量 中国世界贸易第一大国 美国第二大国 所以跟美国做贸易也是用美元 然后它这个就你讲 还大量的衍生品 很多国家还美国或者清美国 也用衍生品 所以美元还是一个存在 所以我自己认为 我是多元化的国际货币 几大国际货币 可能都在整个流通中发挥作用 最终能够反映 最好是能够反映实力 所以创造的财富多 所以在国际货币体系当中 能够体现你中国的体量 能够体现你中国的贡献 不能按照现在的这种状况做下去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 中国人你要自信 好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当下 但是在当下我们看到的 其实已经是一个未来的趋势了 之所以讨论去美元化 美元霸权的衰落 归根到底是因为整个世界 所有渴望和平和发展的国家 他们希望拥有一个公平的 稳定的 对大家都有利的 公认的 好的金融工具和金融环境 我觉得这个是 大家共同的期待 公平的货币体系 这是核心期待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 中国人你要自信 这就是中国 听张伟伟说 这就是中国 听张伟伟说 好 非常感谢两位 也谢谢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 谢谢大家 再见 了解更多节目文章及音评 请关注 这就是中国 今日头条抖音官方账号 以及节目微信公众号 让我们一起定位中国 读懂中国 这就是中国 听张伟伟说